中产党 三个中产党 连续两个星期 有很多新闻与元朗有关 上次说了一点 为什么人们对黑社会这么大反应 这一个新的世代 开始对黑社会的印左模 而旧的世代 可能已经忘记了 曾经面对黑社会是什么 你英俊,你去球场玩? 是的 人们就要说 现在的黑社会有无差别攻击 以前的黑社会都是无差别攻击 虽然他不会找藤条打你 你在烂鬼商场走过 看你不信眼 就真的捉你进去,忠你两锤 忠你两锤,放你走 其实是很常见的 所以你说程度 球场被人斗 对 你不要斗 什么都不用说 一旦就先打你一巴掌 这些都是无差别的 你有没有试过 先让别人攻击 没有一个人是没有试过的 我除了有些优良的学生 我真的想不到 你去机舖一定会试过 你去球场你会试过 甚至很多人都不记得了 以前在黄埔船刚开的时候 冰场也是有黑社会 黑社会是猖獗的一个地步 这些人想象不到 连商场也是有黑社会 那些新的,黄埔船 有些人都不肯对他们拍社会 陀地 陀地 陀地就是黑社会 陀地就是黑社会 但不知道是否是公司 或是他自己立一个字塔 那些十八座大王 但我们今天就想追回元头 因为既然是讲元朗有关 那就是由这些所谓的 围头村的黑社会 或者我们经常都讲 什么官商乡黑 那为何乡黑是会是同一个字 或者是一个概念呢 周延大师 就是这样 以前黑社会进不了乡村 因为黑社会是一个小共同体 但你进入乡村的话 其实乡村有些乡村 有些乡村 有些乡村 黑社会进不了 所以当然我们如果 纯从一个高层次讲义 看来 这些无论是黑社会 工会 所有这些东西 都是一些小共同体 就是大家是一个自己的律 大家是一个社会 一个小的社会生存 这些就是结社 是的 就是它有经济社会功能 是的 是一个经济社会功能 但是呢 以前就不同 因为社会功能 已经被一个村长 一个村的家法 那些村规 已经拢了 但是当很多人进来 村那里 又买了一些村屋 又租一些村屋 又这么多人进来 接着一部分人就走去城市 走去那些 一部分人的村屋 拆出来建成城市 即是当元朗不是一个 乡村独立管理的时候 那些黑社会 一旦的问题就是 你丁屋也有这么大的利益 黑社会已经没有什么利益 在一些大城市那里 已经被人说 喂大哥 难道你走去白街 收陀地吗 很多利益 已经没有了 再说早消息 也有一些关系 就是很多围囚村的人 移民了去外国 在外国 他又接触了一些黑社会 其实他回来 都是某程度上 带了这些人去渗留 变成了你又有利益 又有个缺口 变成了他其实有一个法律真空 法律真空就是他们村的法律 不能在一些外来的人 住在村里的人 即从来都不是政府管 都不是警察管的 是的 没错 秩序是怎样维持呢 那个秩序他们 他们就会用一些 唯有黑社会去帮助 优惠才有这么多钱 所以唯有黑社会去乡黑 所以才变成了 渐渐在这些 我想大概三十多年 变成了一个 或者三四十年 变成了一个 乡黑自己不可分的东西 当然我们会知道 如果他也有宏观的地方 当然如果全部村 都拆掉了 乡黑就很难存在 但问题就是 这个是过渡时期的时候 乡黑或者只有 整个香港地之中 只有在这个位置上 才是被黑社会生存得最好的 怎样是黑社会生存得最好呢 有budget 所有的共同体 所有的东西 到最后都是因为有budget 如果没有budget 你没有办法生存 如果要读一个社会学理论 这样去看 那个地方没有 那样东西本来 譬如说14K 本来是反清复明的 不是 反清的 社会组织 但是当它们的人 人脚仍然在 但是 清朝已经灭亡了 那它要是 dismissed 那个组织 如果不然 它就必须要 找另外一些转型 其实当年的时候 红十字会的成立 当初的时候 都是为了战事 应该是打一战的时候 不是打一战 就是再做一点 应该是为了打仗 才会成立 才会成立 但问题是 当成立了之后 那战争结束了 那组织想继续成立 你就要改变一些用途 那这些读社会学 读社会学 是很简单的 社会读道 只要我看到分别是什么 我以前也有听斑马屁友 但是斑马屁友 我想在十几二十年前 已经近乎绝职了 那时真的有 我们小时候 真的有可以斑到 百多人对百多人讲素 你经常听到 会有黑社会集体骑斗 这些事情 已经在我们童年成长的过程中 已经慢慢消声匿迹 我怀疑你那个年龄 究竟有没有你是听回来的 不是的 报纸有卖的 当然我未经常见过 在古惑仔的年代 古惑仔的年代 古惑仔的年代 可能是什么 就是那一年 我最记得 甚至乎有几百个黑社会 去围猜馆 真是围堵猜馆 很久之前 都一直有存在这些事情 是 但香港的黑社会 一个大陆人 既然有很多大陆人 我说 你们香港很多黑社会 你自我弄错 我们很害怕 所以古惑仔 你所说的大陆人 是很害怕的 但你要想 为何古惑仔 这些这样的形象 可以在娱乐圈 或者在一些动漫的世界 感流 当然是因为 它有存在的真实基础 但90年代 我觉得是没有了这些夸张的事情 但80年代 你很容易会听到相关的心理 我认为80年代 你很小 小时你都会接触到 对不对 你不会说我要亲身接触到 小时看报纸 看电视 全部都有报道 但我现在说的重点 就是80年代 你会以原目 这些事情 但你去到90年代 2000年代 就是绝绩 我最记得 黑社会衰落 其中一个新闻 有个黑社会大佬 召唤所有人出来 每人派包维他奶 那些年代就觉得 搞错 虽然我们都不会帮忙 纯粹都是曬 特意出来 你打算派包给我们 就算了 接着就是说 整个黑社会的势力 就在市区变化了 因为你社区就好像 刚才周显大师说 你已经再没有钱 可以找到 你已经不是再说 对盆格的店铺 可以要给保护费 因为他可以直接报警 然后警察就会拘捕你 但为什么突然间 在这个时候 这些东西又会抛上头呢 会有几百个白衣 然后就会冲进西铁站头 即是消失了的黑社会 结社的势力 为何无端端又会冒起呢 应该这么说 首先是没有冒起动 首先你现在去别的地方 你觉得不好 是在原来 是在那些人 有不足利 反而如果你现在 叫他们一堆 买车去中环 那一堆黑社会 以前九十年代 都还有的 九十年代 我有个不是朋友 我不认得他的 很出名的是 他是黑社会的大救星 他每晚都喝醉酒 每晚都喝醉酒 他有两家上市公司 那些是富二代 大家都懂他 所以不要说我名字 每人喝醉酒 都会叫客社会 就叫几百人 去围在楼下 每人给五个水 本来只有一万多便 当然老闆 每人几百人 只有二十万 又过百万 不用几百多便 每人五个水 一百人就五便 即是你和现在 去喝酒 开支香槟 例如你去深圳卡拉OK 你召唤五十条女儿入场 每条女儿都是给两个水 人民济费 那就是等于一堆 但香港 我觉得黑社会 其实是 已经不同 六七十年代的时候 是比较有战斗力的 香港黑社会 我说的一个故事 是很有名的故事 话说有一次 是九十年代初期 有一个大陆 乌鼠 几个大陆 就打劫得多 打劫得多 打劫得多 不如拍戏 这边又拍戏 但那只黑社会 入抽电 那时候就打电话 给某一个经理人 就说 喂 我想找你的大明星客戏 不讲哪个 你给我的客戏 我现在过来 你预备问约 给我的客戏 那个经理人 当然不是善含信 好 你来 你来 刘客唯有几百个黑社会 你来 那四个大陆的乌鼠 就走过去 四个人一人抬着枪 就扔着枪 就扔着枪 然后几百个黑社会 喂 大佬人是羞恨你 撒死了 所以说 那五个人就打架 那五个人不包打架 只包出现 打架也有另计 那四个人就走过去 拿枪子 做自由 那个经理人 然后还有经理人 那六七十年代的黑社会 战斗力很差 这个是九十年代 六七十年代的战斗力 碧豪那年代的战斗力 真是砍 九十年代 香港的人 完全不能打架 即是 几个大陆人 走过来 四个大陆人 跪下 拍了电影 收了七百多万 都赚钱 即是完全没有战斗力的 黑社会 九零年代已经没有战斗力了 九零年代 你这么说 他对着我们三个人 是绝对有战斗力的 是 他对着大陆人 是没有战斗力的 那现在你怎样评估呢 就是我说前个星期 那些 那些白衣人 如果撞到黑衣人的话 我保证 激积他 我可以这么说 是完全没有战斗力 不会打得人 因为 我亦都这么说 今时今日 为什么那堆人 白衣人这么打得 不是黑衣人这么打得 因为 我认为 中间困了很多新移民身份 如果只有香港人 一定不能打得 香港人一定不能打得 因为你看看梁天琦 那些 那些最勇武的人 是有新移民身份的 所以他们的战斗力 是比本土香港人强 即是你说的 本土香港人 就是白衣人的围穿佬 没错 你越是本土越是不打得 正如中国人 一定不够外国人打 所以中国人不够 那些湖人 满洲人 不停去打中国人 而香港人 就一定不够中国人打 这是一个定律 即是格式格 所以那些黑衣人 因为你觉得有很多 都是新移民成长的 所以就更好打 那些白衣人 没错 表面上你的结论就是 虽然我们看到 两个礼拜前 那个白衣人打 一般市民 我们觉得场面很恐怖 但实际上 只不过是因为 人家不还手 那些是小事 那些是虎鱼 如果他一撞到黑衣人 会一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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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会被纯正的大陆人欺负 而大陆人就会被鬼佬欺 这就是那个生态链 好,现在就到这里